各位同学 今天要跟各位讨论的是刑法测验题 来看到18题 一起念 假成敏于倒数 对符咒的效力深信不疑 因与A素有嫌隙 欲符咒杀害A 乃自书五张夺命符记给A 蠢师持举足矣 使A 死于非命 A收到五张夺命符咒之后 心中相当不安 生怕为符咒所害 但并未发生任何不测 关于假记符咒杀A之行为 到底有没有办法构成杀人罪 或者是杀人未遂呢 我想大家电影里面 应该看了很多 不管是符咒 黑魔法 降头术 巫术 民间习俗 常常会听到的茅山树 或者很多人会去看风水 等等等 这些超自然力量 在我们电影当中很常见 达官贵人也有时候会去拜见高人等等 但是你要知道 在法律上都不承认这些超自然力量 如果以这些超自然的力量要去害人 在刑法是怎么评价呢 我们就简单评价 它叫做民性犯 民性犯 基本上不予处罚 好 那我们来看到A 假生性符咒得以杀人 因主观上有杀人意识 虽无危险 但有发生结果之可能 我们不管是学说跟实物上 都认为民性犯 因为使用超自然力量 根本就没有发生结果之可能性 所以A的论述是错的 假主观上有杀人意思 且以为左手行为 只是结果不发生 能属未遂 属于杀人罪的未遂犯都错 来我们直接看到瓜谷二 民性犯所使用的超自然或灵异力量 是一种人类不可支配之行为 所以欠缺行为品质 欠缺构成要件故意的先决条件 欠缺故意的认知抑郁 以及民性行为因为欠缺支配外战 因果历程之行为决议 而无法形成实现犯罪的意欲 故民性犯仅能视同单纯的愿望 而不构成犯罪 亦无成立未遂是可能 所以B跟D 我们都认为是错的 只有C假认为符咒能夺命 虽有害人之意 但是死无于民性犯不构成杀人罪 这个是学说跟实物上的共同认知 那实物上有没有发生这样的案例事实 有啊 你看当时的立委薛林 因为被检察官侦办 居然在家里面 写小指人要诅咒检察官 当然检察官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你看还有一个 王美心犯符或不起诉处分 检察官说不构成犯罪 这是真实的情况啊 再看大老婆的赵月 裸偶贴照 写死下情妇 你看死死死死死死死 死于民伯几年几月几日 点点点 但是我们跟你讲 不管你是怎么打小人啊 放符咒啊 降头术啊 巫术啊 黑魔法等等 我们实物上都认为 这一种超自然力量 根本不具有可支配的力量 所以通通都是民性犯 不处罚 那不处罚是只有杀人罪不处罚 有没有不处罚恐吓呢 法律观点 人偶诅咒 有恐吓的嫌疑 各位同学 你看题目当中 A收到符咒之后 他有没有心生畏惧 他也心生畏惧啊 心中相当不安啊 为什么 电影演很多啊 对不对 哈利波特魔法系列 看了那么多 你真的觉得没有魔法吗 那我们看了那么多 僵尸系列 你真的觉得符咒都没有用吗 我们看了那么多 达官贵人去看风水 很多商店 开工的时候 会不会拜拜 这一些 如果严格说起来 算算迷信 算啊 那 你说法律上不承认 但是收到符咒 他就是会害怕啊 在这种害怕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构成 305条的恐吓罪呢 我们紧接着看第19题 乘上题 假 既符咒杀A之行为 在刑法的整体判断上 下列迅速何走正确 好 A之行为 A 假之行为 因成立 杀人罪之未遂犯 替掉 因为我们跟你讲 不会构成杀人罪 也不会有未遂的问题 好 B 假之行为 必不成立 杀人罪之未遂犯 亦无由成立 恐吓罪 好 C 假之行为 因成立 杀人罪之未遂犯 替掉 不念了 D 假之行为 不成立 杀人罪之未遂犯 但成立 恐吓罪 因符咒 能有 死A 心生未遂的效益 这个是考选部公布的正确解答D D 因为 对 你收到符咒 虽然 虽然 不会发生害命的效果 但是 收到的人 会害怕 就如同 这一个报纸里面 人偶诅咒 有恐吓的嫌疑 但是我告诉你 正确的解答 应该是像这个检察官 处理王美欣 犯符咒 这个情况 一样 他 根本就不构成犯罪 既不构成杀人 也不构成恐吓罪 为什么不构成恐吓罪 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 来 我们恐吓 除了要让人家心生畏惧之外 各位我们直接看到 我们题目里面的瓜谷 恐吓罪305条的恐吓行为 学说及实物 均认为除需具备 不法恶害通知 且死被害人心生畏惧外 对 题目有讲 而且我们也承认 恐吓行为 当然要使被害人心生恐惧 但是除了心生恐惧 就没有其他要件吗 不是 其恐吓之加害内容 在客观上 亦需具备支配可能性 如果不具备人力操纵之可能 并不能构成本罪 简单讲 恐吓的内容 如果是合法 正当合法 所以我们刚刚跟你讲 一定要不反 如果是正当合法 什么叫正当合法 你打我 你如果不对我为赔偿 我要告你 各位同学 有些人听到要被告 我找律师发律师喊给你 各位同学 这个是我正当权利的行事 但是我正当权利的行事 有可能会是相对的产生 心生畏惧的效果 但是你要知道 我正当权利的行事 会不会构成恐吓罪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的权利行事 正当合法 而且除了要不法之外 还必须恐吓的内容是 人力所能支配 恐吓的加害内容在客观上 亦需具备支配的可能性 简单讲 你在马路上走路要小心一点 不要被车撞倒咯 小心咯 各位 言相之意是什么 可能会有人开车撞你啊 你女儿长得这么漂亮 你要小心一点咯 不要哪一天走到一半 就不见咯 各位同学 被车撞倒 你女儿很漂亮 要注意她的安全 各位同学 我们所讲的内容 都是具有支配可能性 如果我们所讲的内容 根本就不具有支配可能性 像什么 你呢 做这些事情 人在做天在看 你会遭天打雷劈 会遭天浅 会不得好死 会到地狱去轮回 会历鬼缠身 各位同学 我对你为种种的诅咒 但是各位 这一些诅咒 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 不具有支配的可能性 因为不具有支配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认为也不会构成恐吓罪 所以我必须跟你讲 这个题目说 第一的解答是正确的 其实我们实物上找不出来 明信犯虽然不构成杀人 也会构成恐吓的情形 所以考选部说正确的解答是D 恐怕是有问题的 按照学说跟现行实物的看法 D的解答 B的解答应该是正确的 你可以自己去看王美欣 放服或不起诉处分 苹果日报97年3月26日 简方就认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 他其实就是认为 这是属于一个不能畏税 简单讲不能畏税 有行为主体不能畏税 行为特体不能畏税 跟行为本身不能畏税 行为本身不能畏税 像什么 像我想用砂糖杀人 对不对 喝菊花茶堕胎 这一种利用砂糖来杀人 利用菊花茶来堕胎 就是我们学说上 索取不能畏税的例子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在讲明信犯 往往就是在不能畏税 所以行为本身不能畏税的时候 就会顺带的提到明信犯 这一个检察官 就以他是属于不能畏税的方式 把它处理掉 所以我再告诉你一次 这一个题目的正确解答 应该是B才对 考选部公布的解答是第一 是有问题的 好吗 我们认为实有商榷的余地 正确的解答应该是B 而不是C 而不是D 好吗 这是我们在刑法第一次跟你说 这个题目是有 这个答案是有问题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20题 假如2月1日 9后骑机车遭警取缔 检察官已不能安全驾驶罪起诉 假4月1日 又因相同原因 遭检察官再次已不能安全驾驶罪起诉 8月1日 是法院合并神力 该二最后 同时宣告2月1日判3个月 而4月1号判5个月 该二宣告刑法院可以 第一个定因执行刑7个月 这个是可以做的 我们看到50条第一项本文规定 裁判确定且犯宿罪者得并何处罚之 51条的第五款本文规定 宿罪并罚分别宣告其罪之行 依下列各款定因执行者 第五款宣告多数有期徒刑者 于个性中最长期以上 个性合并之刑期以下定期 定期刑期 但不等于30年 所以依次5个月以上 8个月以下定因执行刑7个月 可以的 A、B、C、D前半段 定因执行刑7个月 都是属于正确的 好,紧接着我来看 B 定因执行刑7个月 并定益科罚金的标准 可不可以 我们告诉你 在民国2009年到2005年 简单讲2005年到2009年之间 不可以 但是2009年以后又可以 为什么 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个 已经被删除掉的条文 各位你看清楚 四字662宣告2005年修订的 刑法41条第二项为限 当时的41条第二项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先看到41条的第一项 41条第一项本文规定 犯罪中本刑为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之罪 而受 注意哦 而受 六个月以下 有期徒刑或 有期徒刑或 拒议之宣告者 得以新台币 一千元 两千元 三千元 折算一日 一颗罚金 好 41条第一项是这样规定的 本刑五年以下之罪 被宣告六个月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里 2月以后被宣告三个月 4月以后被宣告五个月 但是合并为什么 七个月 41条它是要告诉你 一定要在多久 六个月以下 2月以后被判三个月 4月以后被判五个月 都在六个月以下 可是合并起来的执行刑 是七个月 又在六个月以上 那怎么处理呢 2005年修订的41条第二项是这样规定的 中华民国94年2月2日修认公布的现行刑法 41条第二项 关于述罪病罚 述宣告刑军的义科罚金 就像这种情况 2月以后判三个月 4月以后判五个月 而定因执行之行 预六个月者 就像这个情况 定七个月 排除适用本条第一项 得益科罚金之规定部分 简单讲 对 2月以后三个月 4月以后五个月 两个都符合41条的规定 但是加起来超过了 什么 超过了六个月 依照当时2005年修订的41条第二项 因为定因执行刑 超过六个月 所以就不能易科罚金 所以这个规定 跟大法官四字366号解释 所以662号宣告 2005年征令的41条第二项 是唯泄的 所以一直等到2009年 就把41条的第二项 改成41条的第八项 这样规定 第一项是第四项 其其第七项之规定 于宿罪并法之宿罪 均得益科罚金 就像这个情况 其依执行之行 遇六个月者 亦适用之 所以41条第一项 再加上41条第八项 可以知道B的论述 定因执行刑七个月 并定益科罚金的标准 是法院可以为的 所以B也不是我们这边正确的选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C 定因执行刑七个月 可以 定益辅社会劳动之标准 这个就错 为什么 41条第二项规定 依前项规定 得益科罚金 而未申请益科罚金 这得以提供社会劳动 六小时折算以日 益辅社会劳动 刚刚讲过的41条第八项 因执行刑 预六个月者七个月 亦适用之 好吗 所以41条第八项 再准用到41条第二项 是可以在这边试用的 而C 为什么我们跟你说 覆定益辅社会劳动之标准 因为你要知道 41条第二项 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你 益辅社会劳动的标准是 六小时折算一天 可以吗 六小时折算一天 所以法官能够定说 我认为六小时折算一天 不合理 四小时折算一天 或者十小时折算一天 可不可以 不可以 这个六小时折算一天 是法律明令的标准 他不像我们一颗罚金 在41条第一项 由法律授权司法者 你可以用一千元 两千元或三千元 你再看41条第一项 对不对 反罪重本刑 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下刑之罪者 而受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益之宣告 得以新台币一千元 两千元或三千元 折算一日一颗罚金 简单讲 立法者授权司法者 你可以在这三个标准里面 挑一个 是一千元折算一日 还是两千元折算一日 还是三千元折算一日 我们立法者授权法官 可以定一颗罚金的标准 一千折算一天 还是两千折算一天 还是三千折算一天 但是立法者没有授权法官 你可以定义服社会劳动的标准 因为定义服社会劳动的标准 法律已经零定六小时折算一日 你不可以定八小时折算一日 十小时折算一日 或者四小时折算一日 所以我们跟你讲 前半段是法院可以做的 后半段法院不能做 好吗 好 最后我们看 定因执行刑七个月 负宣告缓刑 简单讲 按刑法七十四条规定 得受缓刑之宣告者 第一个 需现在所犯之罪 受两年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之宣告 这里不管是宣告刑或定执行刑 都在远远一下 需或去未成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 或成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 而执行完毕或涉远五年以内 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者 必具备下列要件 法官斟酌情形认为 暂不执行为适当证 得于裁判之计 同时宣告缓刑 假2月1号4月1号的犯罪行为 因为是合并审理判决 所以能难符合受缓刑宣告的要件 所以地职刑刑七个月 付宣告缓刑 这也是法院可以做的判决 第一不是正确的选项 好 那我们就简单的跟各位谈完 义科罚金的标准 法院可以为之 义服社会劳动的标准 41条第二项 已经明定六小时折算一日 好吗 法官不可以说我要八小时折算一日 这个是不行的